照片上原本一下雨就漏雨的破損屋頂 如今已經煥然一新 讓這戶原本只能一起擠在小小廚房 充當臥房的家庭 都不敢相信會有這一天的到來 原本七口幾十幾坪的廚房 起居坐席都非常的不便 如今有了自己的房間 五位兄弟姐妹都很興奮 在慈善團體的幫忙募款六十幾萬 還有親戚的捐助土地 家庭原本是廚房的住所 重新搭蓋成三房兩廳一位的空間住宅 我們全部募的六十幾萬 就是這個房子它建造的那個硬體 一共花了五十三萬多 然後還有廚具 寢具 其他的那個家具 我們一共加起來 我們花費六十幾萬 在這裡感謝社會各界 善心的人士團體 一共有三百多個個人 以及團體的協助 感謝大家 謝謝 由於經濟的結局 這戶人家的男主人 又在兩年前因病過世 扛起撫養五位小孩的重擔 全都落在母親的身上 隨著嶄女在高中畢業為了分擔家計 選擇投入職場工作 媽媽看著剛完工的新屋 看著眼前的變化 是那麼的不可思議 全家人感謝再感謝 慈善團體還有親友們的協助 讓這一戶六口之家脫離了將近十五年之久的 即廚房的酒禁 記者RI歌手 屏東三地門 採訪報導